欢迎收看112年3月31号的港度新闻 我是张淑婷 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凤山日照社福多功能中心揭牌启用 高雄市长陈其迈从上任至今 高雄日照中心从44个增加到107个 提供适合长辈、小朋友以及社福团体需要的中心 以供应全面式的长照以及儿福需求 去年10月发生在中油大林电油厂的爆炸事件 让当地的居民依然记忆犹新 而中油在3月30号的火警事故说明会中 报告的内容却直接打脸去年的管线故障 使得现场参与的民众怒气冲天 认为中油的报告实在太草率 多个知名歌手和团体在高雄开场 为了迎接大批粉丝的到来 高雄市政府也化身最强应援团 运用爱河的智慧灯光系统 打造超巨型的荧光棒 用各色灯光迎接歌迷的到来 凤山日照社福多功能中心街牌启用 市长陈其迈表示 想应蔡英文总统的一个国中学区 一个日照中心国家政策 从上任至今 高雄日照中心已从44个增加到107个 短短两年间市民在哪里 服务就到哪 希望提供最好最完整的服务 凤山日照社福多功能中心街牌启用 市长陈其迈表示 从上任至今 高雄日照中心已增加到107个 短短两年间市民在哪里 服务就到哪 希望提供最好最完整的服务 我们今天来93期的 从化区里面的多功能的社福中心 那这个是起源于在我担任市长之后 第一次在议会备巡的时候 刘德林议员就特别 还有我们凤山的议员就特别建议 在我们93期从化区应该要有一个 很多长辈、小朋友 还有很多 我们社福团体需要的一个服务中心 那也着远于说在93期在附近 这里大概有一万多个人口 是从我们原来海光四村 几乎都是附近这些长辈 未来会搬到这里来居住 所以我们认为照顾市民 尤其怎么样能够更贴近的服务市民 提供他们有一个更好的 不管是医疗 各种公共服务 这个就近的方便性 是非常重要 随后 陈其迈走访多功能中心 各楼层各据点 包括身心障碍日间照顾据点 以及社区关怀据点等 多功能据点 也亲切与长辈问安 与小朋友互动游戏 蔡总统的一社区 一国中学区 一日照中心的这个政策 从我上任前的43个 增加到107个 在短短的两年内 那我们是希望说市民在哪里 我们的服务就到哪里 希望说能够提供一个最好的一个服务 那这个预算 原来一开始的经费是1亿 那我们一直扩充它的社服的功能 所以最后是达到1.95亿 这个我又必须要感谢中央国发会 跟卫护部的预算支持 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免不了 我们高雄小金刚 这个许志杰委员大力的一个争取 要特别感谢他 多功能社服中心位于93期重化区 陈其迈指出 能全面照顾及贴近服务市民 提供一处适合长辈 小朋友及社服团体需要的中心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 促成凤山日照社服多功能中心 供应全面市长照与儿福需求 记者李真道高雄报导 好运程三支持市民生育 并减轻年轻父母家庭负担 高雄市长陈其迈28日在市政会议后 协同市府社会局宣布 生育津贴再加码措施 只要符合父或母一方 涉及高雄市满一年的新生儿 从今年4月起 每胎发给3万元育儿津贴 市长陈其迈宣布 生育津贴再加码措施 只要符合父或母一方 涉及高雄市满一年的新生儿 从今年4月起 每胎发3万元育儿津贴 好运333在生育津贴加码 那我们原来是223 那223我们预计大概增加经费是1.24亿 那希望说能够在年轻的爸爸妈妈 出为人母人父的时候 那能够给予更多的一个支持 那我们也统计说 那一般来讲 现在以高雄市坐月子这个中心也好 或者是在坐月子其实 对于年轻的家长的负担 其实也非常的重 那坐月子中心 大概一个月 坐好坐满 大概也都要超过10万元以上 所以对年轻的爸爸妈妈来讲 负担非常的重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希望说在第一胎的时候就加码补助 没有第一胎就没有第二胎 所以在第一胎加码其实对于年轻的爸爸妈妈才是看得到也吃得到 不然的话在这个生育的津贴尤其坐月子的这个补助 那其实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负担 陈其迈表示 生育津贴由原本的第一胎 每名可令2万元 第二胎每名2万元 第三胎每名3万元 从今年4月起第一胎 第二胎每名各加码1万元 分别调升为3万元 第三胎则每名3万元 借以支持育儿家庭 你选择这个领取生育津贴之外 那你另外一种选择你也可以选择坐月子到宅服务 那坐月子到宅服务呢 第一胎是120个小时 那第二胎160个小时 第三胎240个小时 那假如你不领生育津贴 那越少可以到你家 到门服务 其实我也去探视 那相关坐月子服务其实非常的亲切 而且都是训练有数的越少 那我们一方面也可以增加 那我们年轻的妇女的就业机会 那二方面也能够提供到宅的坐月子服务 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实惠 陈其迈表示 市府积极推动友善育儿措施 包括首创全国提供免费坐月子到宅服务 及公办24小时 定点即时临托服务 率六都之先 在圆明区设置育儿资源中心 持续为营造友善育儿环境努力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 去年10月发生在中油大林炼油厂的爆炸事件 惊悚震撼的画面至今让当地居民仍然记忆犹新 而中油在3月30日的火警事故说明会中 报告却直接打脸去年的管线故障 真正原因是人为上的焊接瑕疵 使得现场民众怒气冲天 都认为中油的报告实在太草率 去年10月27日晚间 一道骏状爆炸云 从中油大林场拔堤而起 火势直窜天气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更是吓坏了当地民众 而事故后 原本应该在高市府要求一周内交出的报告 却在5个月后才提出来 而且前后调查报告更是直接不一样 当初困托这个时刻 人抓去得更好 就是因为抓到纸巾 无法当成熟 要对这些人抓去 在当初公安宿间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是市长到了 市长到了 然后要求一个礼拜后 要给一个事故的说明报告 要做一个报告 然后呢 报告退回到第三方的最后研究报告出来 所以大家如果有英雄就知道 那时候国庄市政府很重视 但是现在事故已经出来了 国庄市政府没有看不看的人 有啦 区长到 地方的区长到 但是呢 高雄市政府重要的相关单位 将来要怎么改善 所以没人来 经过第三方公正单位正式报告指出 实际事故原因 在于人为舒适的管线焊接瑕疵 引发后来的大爆炸 大林浦前存自救会长黄昆毅就怒轰 那爆炸前的税修不就是复原了事 当地里长更直接要求 终由应补偿当地居民每人一万元 作为长期以来的精神赔偿 停颅的话就是等个停下来 然后再检查 再保养一下 该清的清 该保养该检查的都要做 结果税修之后 第七天就爆炸了 你没感觉这非常离谱 那你税修的意义在哪里 跟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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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四名台湾 土地都不厉害 这是外面的人 不太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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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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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所以我要求 这边的国家 每一个厉害 一个厉害 你们要去检查这些东西 你们以后的检查 你们还是要上前发展 不要特地 以后再次发生这些事情 我刚刚你们要 你们我刚刚也要做一个 信念 陈丽娜指出 既然是第三方 公正调查的管线和些瑕疵 所引起的事故 那就表示去年中游的报告 有作假行为 市府和中游内部 都有严重的管理不当问题 都要公开道歉 并还给当地居民一个真相 记者李嘉隆 高雄采访报导 继3月18日韩国团体 Black Pink在市运主场馆开唱后 3月29日起 5月天也在同一地点 市运主场馆举行四场演唱会 有了上次经验 交通局也再次呼吁歌迷 多搭车 多走路 不开车 请歌迷搭乘捷运 接驳车或步行前往 散场后也会输送歌迷完毕为止 高雄市上半年度大型演唱会 接力开唱 继3月18日韩国团体 Black Pink在市运主场馆开唱后 3月29日起 5月天也将在同一地点 市运主场馆举行四场演唱会 负责演唱会交通管制 及输运措施的交通局 再次呼吁歌迷 市运大道全段封闭管制 周边不提供停车位 鼓励多搭车 多走路 不开车 5月天将在3月29日 31日 4月1日 4月2日 到高雄市运主场馆来举办演唱会 那因为周边的人车潮比较多 所以市运大道在当天的中午12点 到晚上12点有进行交通管制 那市府为了安排输运的服务 也加密捷运的班距 最密的时候擅长可以达到 2分钟的班距 那也安排免费的接驳车 相信英越这边提供免费接驳车 来提供民众载运的服务 虽然有上次的输运经验 但是交通局面对4万多歌迷的 涌入与擅长仍不敢大意 除了捷运加密班次提供接驳车外 若有安扣取捷运也会延后收班 将歌迷载送完毕 若不想等车想要散散步 交通局也建议高铁左营站 与主场馆两地步行时间约25分钟 不用排队等捷运或接驳车 与35好友一起步行也是不错的体验 如果有不想排队等车的民众 其实我们也有安排步行的动线 来提供大家步行大概25分钟的路程 那最后就是呼吁大家这个多搭车 多走路不开车 那市府有安排这个外围的这个13处的这个 捷运转程停车场 可以供大家使用 停完车之后再从捷运进来这个演唱会的场地 另外交通局也提升这次5月天演唱会接驳亮人 而为了增加擅长接驳效率 将增设军校路接驳车专用道 交通局表示 透过捷运加密班具及大量接驳车服务 目标两小时疏上完毕 因演唱会周边路段交通量较大 也建议通过市运组场馆附近车流 可以改到民族路、高铁路、家舱路或水管路等道路 希望歌迷们能够快快乐乐出门听演唱会 也能够平平安安回到家 记者潘志光高雄报道 南韩天团Black Pink日前开唱 在高雄掀起粉色旋风 紧接着包含五月天等大哈歌手 相继在高雄举办演唱会 为了迎接大批粉丝到来 高雄市政府也化身最强应援团 运用爱河智慧灯光系统 打造超巨型荧光榜 智慧灯光串联六座桥体 和河岸灯光进行联动 为民众带来精彩的视觉饗宴 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以及爱河延案 即日起到三月底 每晚七点到凌晨一点将披上蓝色外衣 在河畔点亮五月天演唱会应援色 四月一号到二号会点亮大港开唱的橘色灯光 四月三号到五号更加缤纷多彩 将换上阿妹演唱会应援色迷幻子和平泉彩虹 用各色灯光惊喜迎接歌迷到来 三月二十九号开始我们高雄市政府即将迎来五月天 阿妹还有大港开唱的活动盛事 那我想这一次高雄市政府为了应援这几场音乐盛事来到高雄 我们也特别透过爱河的灯光系统 准备了五月天蓝 阿妹的迷幻子以及平泉的彩虹 然后是大港的人生局的这些代表色 高雄市长陈其迈在脸书开心po文 一开头就哼起了五月天的经典歌曲人生嗨嗨 因为继南韩天团Blackpink旋风来台后 高雄紧接着还有多场大咖演唱会即将登场 打头阵的就是台湾本土天团五月天 市府也大上热潮把城市之河打造成大型云光棒 一展高雄热情 透过这些灯光系统在爱河湾呈现我们最强的 高雄市政府的应援力量 听完演唱会后票根可别乱丢 因为市府还与店家合作 让歌迷只要凭票根就能兑换餐酒 那么我们也期待说歌迷可以透过这几天的演唱会期间 持着票根来到高雄的博二 这边可以享受我们的夜经济夜活动的派对 那透过你们的票根可以到现场来兑换一些优惠 那也欢迎民众多到爱河湾走走 感受最有魅力的高雄 高雄流行乐中心以及爱河沿岸点亮多种应援灯光 为演唱会揭开序幕 也让市民一同沉浸在活动的热闹氛围中 记者潘志光苏宇文高雄报道 5月天29日的演唱会唱完 没想到观众散场走到捷运站后 还可以听见Uncoach哦 原来是高雄捷运的工作人员啦 在5月天唱完后跟着开赏现唱 让等候捷运的舞迷们拿起手机录影 兴奋尖叫场面嗨翻天 在高雄捷运的后车乐台 一位男子拿着麦克风深情地唱着歌 时不时还走到乘客面前 与他们握个手 等一下啊 这边乐台这里好 快快停停 5月天的演唱会散场 后民众准备搭车 此时高雄捷运桥头站的站长 忽然在乐台开启演唱会来 驾驶十足 后车的乘客一秒瞬间变粉丝 送给大家 耐心等候 请你耐心等候 等我这首歌唱完的时候 车子也差不多要完了 唱着歌的同时 捷运悄悄使来站长 还不忘提醒民众 别忘了上车哦 记得要上车哦 好 爆笑情景让等着搭车的民众 尖叫声四起 仿佛就是5月天演唱会的 安可曲正在上演 高杰公司也是希望说 可以舒缓在现场民众 等待的一个情绪 所以我们也有请 比较会唱歌的同仁呢 在现场来为大家进行演唱 那希望说可以让大家 可以开开心心的返家 除了5月天已经开唱 高杰公司也在3月30日开始 在捷运车站播放阿妹 跟大家问候的声音 嗨嗨 我是阿妹 欢迎大家搭乘捷运 来听我的演唱会 我们现场见哦 在列车进到巨弹站前 也会有阿妹提醒民众 要看演唱会的观众 记得下车咯 针对4月1日 连假第一天高雄 有多长演唱会 捷运公司也早已准备好 迎接大量旅客 在尖峰时刻会有加班车 散场的时候也会在 2到3分钟为一个班剧 坐好疏散 让大家开心看演唱会 也能开心回家 记者黄冠维装 说听高雄采访报道 随着高雄演唱会 一波接一波的来 高雄市观光局 主动再度出击 击查11家饭店 其中就在高雄市三明区 抓到一家知名商旅 二度烘台住宿价格 双人房超出被查 房价2000多元 高市府观光局 采取商旅3万元 并且公布名称 画面中这间位在三明区的 知名连锁商旅 又被高市府观光局 揪出烘台房价的行为 在4月1日 儿童清明廉价首日 高级双人房 居然要价 13365元 违反旅馆业管理规则 超出被查房价 2365元 相当于高出 整体房价的 21.5% 高雄近来演唱会大爆发 紧接着的儿童清明廉价 又会由5月天张惠妹 大港开唱来举办演唱会 高市府继3月14日 会同消保官机查房价后 再度于3月22日 23日出击 前往11家饭店机查 为旅客的荷包把关 由于这次查出 违规的业者 已经是今年第二次 违规被抓 观光局表示 将储3万元罚还 并公布商旅名称 接下来就是5天的廉价 加上演唱会 也进入了高峰期 那市府相当的重视 为二子 履宿业 二一的哄台房价 也则请了观光局 来为民众的履宿品质 做把关 那近期呢 我们也联合了 相关单位 进行了11家的 饭店机查 那其中呢 我们也发现了 有一家超过了 荷备的房价 因此呢 我们也祭出了重罚 活络的演唱会 带动高雄的经济发展 却也引发业者 哄台房价 或是演唱会的 黄牛票买卖纠纷 观光局呼吁民众 在订房前 可以先利用 台湾旅宿网 或向观光局查询 你所要去的那家饭店 是不是合法的旅宿业 还有核定的房价 是否正常 或是到现场的时候 看一下 店里有没有悬挂 旅馆业登记证 或是民宿登记证 才能保障消费者 自身的权益 记者黄光维 周术亭高雄采访报导 高雄智慧城市展 正式登场 此次共有16个国家地区 50个城市 超过300位的 国际市政级企业组团来访 规模更顺以往 高雄市长陈其迈 也在开幕当天 率领市府团队参展交流 他表示 高雄将善尽责任 推动地球永续工作 运用智慧科技改善生活 让台湾及全球 坚能更加美好 三二一 第二届高雄智慧城市展30号 在高雄展览馆盛大展K 共计165家厂商参与 展出规模高达 550个摊位 吸引16个国家 300位海外访客参访展会 及进行商务交流 规模比去年来得更多 也显示了 我们高雄在推动 智慧城市的努力 永续 是发展智慧城市的目标 我们面对气候变迁 事实上 以今年为例 我们跟2005年的基准年 做比较 我们总共减量了1283万吨的碳排 相当于台北市全年的排放量 此外因应全球气候变迁 以及迈向2050年净铃排放 会场还特别设置了净铃新创馆 引入企业永续经营概念 交流各种净铃转型的解决方案 我们也希望说新技术的介绍 也结合了我们智慧城市的运用 能够在产业跟政府间 以及我们民间学界 能够搭起一个平台 尤其高雄的碳排放量中 有超过80%都来自高污染产业 对高雄而言 净铃转型迫在眉睫 净铃条例 高雄市政府在三个会期也送到议会 那我们也马上会把我们的条例 送到议会 就希望借由法规的定定 做政策的引导 不管是在产业社会 还有整个城市的治理 都能够加速我们的双轴转型 另外智慧医疗也是今年展出的一大重点 高雄市政府与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 成立联合学习大平台 整合台湾医疗和资讯领域 带动智慧医疗应用更加落实 能够服务我们的市民 让市民不管在预防医学 促进健康跟整个医疗等等的领域的 这个服务能够更好 高雄智慧城市展 今年以律能转型和智慧医疗双主轴展出 集结优秀厂商展现高雄打造智慧城市的决心 记者邱玉琴苏宇文高雄报道 为了深化地方文史和博物馆之间的连结 高雄历史博物馆 特别邀请国立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USR计划团队 推出岗山特展的平行展 打开岗山记忆的箱子2.0 邀请在地人把对地方的回忆 统统创作在记忆的箱子里 让参展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重新认识岗山 生活的环境随着时代不停地在变化 但在地方人的记忆中 过往的时光早已刻印在每个人的脑海里 因此中山大学USR团队 从2020年走入岗山之后 就开始和当地团体合作 整理岗山的过去同时思索未来 希望保留居民对岗山的情感 建立人与环境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我们在2020年就开始推动USR计划 那在2020年呢 有跟很多的朋友讨论到 岗山来共同做一件事情 那因为岗山正面临巨大的改变 眷村的拆除 捷运的一个新建 还有科学园区的进驻 那很多的地景地貌 都在逐渐的消失当中 环境改变得非常大 那我们希望呢 地方的人也可以珍重自己的历史 宝贵自己的过去的一个生活的记忆 那所以发起记忆的箱子 这一个活动 让每一个人把他对岗山的情感 岗山跟土地的一个连结 这些呢 透过一个记忆箱子 把他记录起来 记忆的箱子展区 这次特别展出在地民众参与 创作的75个记忆箱子 作品看似质 但是却可以看到每个人最真诚的披露自己的生活和记忆 呼应了微小而深刻的瞬间这个主题 让大家得以进入创作者的内心世界 互相交流 也可以看到在地居民和地方间的各种深刻共鸣 每一个箱子就代表是每一个人在他生命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记忆 所以这个箱子呢 或者是一个抽屉 是每一个人自己挑出来的 那像这一件作品 它代表的是他对眷村生活的一个怀念 史博物馆作为一个城市的一个公共的博物馆 其实我们一直认为说 我们希望打破民众觉得博物馆高不可攀的这种印象 其实把民众最真诚的这种个人的记忆的箱子 带到我们博物馆里面来展出 可以让民众来展现他们自己对高雄乡土 高雄自己的历史的一个诠释跟了解 高雄历史博物馆是全台第一座以城市为名的博物馆 肩负着传承高雄历史和文化的任务 这次透过记忆的箱子 也期待将地方民众宝贵的记忆在馆内呈现和交流 展出从即日起到6月4号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把握时间一起来参与 记者萧宜轩录影家高雄报道 日前高雄一所国小校外露营活动的时候 因为部分学生提早起床聊天 活动辅导员竟然将所有学生叫醒 高举双手拿着宝特瓶罚跪 家长表示超级不爽 教育局也在26日深夜做出更换校长的决定 原本开开心心的露营活动 怎么一夜之间变了样 看看画面中这张照片 学生们拿着宝特瓶高举双手单膝跪地 让家长感到相当心疼 原本表定6点半才要起床 却因为有学生在凌晨5点多聊天 所有学生被活动教官叫起来罚跪 家长在社群网站上 PO出讯息表示超级不爽 各班导师及代理学务主任 都住宿在营本部 学校排有寻找人员 寻找的时间到凌晨2点半以后 才交给承包厂商的辅导人员去寻找 那依照表定的时间是早上6点半才起床 事发是在凌晨的5点多 就陆续有学生走出帐篷 去聊天或是喧闹的情形发生 现场辅导人员多次规券无效 才会导致发生不当管教的事件 事件发生后教育局除了就责 该校外教学厂商之外 也在26日深夜做出更换校长的决定 指派都学代理校长职务 录营活动属于教学活动 事发当时 学校人员未能及时掌握现况 且未投赛因应 显有不当之处 所以更换校长 该校校长为代理校长 上任没多久后 即因为此事件遭到撤换 也在27日交接校长职务 希望事情能够顺利解决 避免延烧 教育局后续将检讨 毕业旅行与校外教学等 校外活动的作业流程 厘清学校人员应该负的责任范围 避免再次发生劣势的情形 同时重申严禁发生 对学生不当管教的行为 并依照政府采购法 追究厂商的履约责任 社会局也依照 儿童及少年福利 与权益保障法来查处中 此外社会局调查后 发现厂商职业的辅导员 已经违反儿童及少年福利 与权益保障法第49条规定 对儿少不当对待 将依据儿少法 采取6万至60万元的罚还 并得公布姓名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为了让小朋友提前欢度儿童节 三民区合体国小特别安排一场 复古时光机创意闯关活动 每一关都是放大版的古早铜腕 闯关时小朋友要通力合作 细心观察 判断使用的力道和时机点 才能顺利闯关成功 过程中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 小朋友用定滑轮的方式 把绿球和红球伸到上面的滑道 再对准方向和力道 让球顺利滚进相对颜色的滑道 滚错滑道就等于闯关失败 两个都在绿色的管道 然后就是有得分 要等待到正确的时候 才让那个球滚下去 应该要静下心来 慢慢地把它往上拉 不要太挤 挤得不一定会有好的层次 它其实是有分重量 所以重量比较重的话 会容易滚到 它应该要去的管子的那一道 所以我们会教小朋友 关于力量的部分 重量部分 让他们在这个 透过这个部分去做学习 然后让他们去思考 另外一边是放大版的弹珠竞技场 两边各两个人 手左右两边的扣板 不让对方的球滚进自己的洞里 但要什么时机点挥扣板 才能够让球一打 就打到对方那边 还能够竞动 要眼明手快 球对起来的时候会碰到顶端 然后顶端我会打过去的时候 要用到顶端才可以打过去 不然力道会不够 等它到最顶端的时候再打 那让小朋友透过他们的失力 训练他们的手部肌肉 进行操作 然后也要观察 观察球的速度 所以他们很专心 为了让小朋友接触 不一样的玩乐方式 和地国小安排学生到社区一家游戏场 里面都是业者研发的创意邮剧 小朋友从学校走路前往 让学校生活和社区产生年节 过一个不一样的儿童节 那今年我们刚好 找到社区这个玩屋 这个创意活动空间 那我想说带着孩子 其实就走入社区 从学校走到这边 大概只要花五分钟 那除了沿路可以认识社区的一些路况 建筑物等等 最重要是这边有非常好玩的童玩 不同于一般的游戏机 强调影音声光效果 小朋友穿越复古时光 玩起古早时代的游戏机 更需要运用智慧 细心观察和耐心等待 也要发挥体力和战斗力 抢到时机才能够得分 现在几乎都是3C产品 比较少玩这个 让我觉得很好玩 会换口味也不错 对的 所以他们投的时候 他们也要去思考一下 我要怎么样可以阻止对方得分 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得分 透过各种的物理现象 那其实或许孩子对理论 没有这么熟悉 可是他们操作一次两次 到第三次可能他就 熟悉要怎么做就会成功了 那其实我觉得让他们 从游戏中来做学习 是一个非常棒的概念 随着时代的脚步 小朋友的游戏方式 也跟着改变 从传统到创意 运用创新技术 找回遗忘的传统价值 小朋友在新旧童玩中 也能够发展出 另外一种玩乐模式 记者黄冠维 类枪帮 高雄报导 高雄市警方日前 在执行巡逻勤务的时候 发现一辆白色小客车 围停红线 在前往试意盘查的时候 却遭到驾驶的逆袭 直接倒退撞上警车 警方立即下车 将车内驾驶和副驾驶 进行搜查 并在现场查获到毒品 及改造枪支子弹 高市警百万大队 特勤中队日前在深夜两点多 执行热点区域巡逻勤务时 在前证区发现一辆白色 自小客车围停红线上 就在警车前往试意驾驶下车 检受盘检时 无信驾驶却急着将车辆倒车 导致在后方的警车直接被撞上 不料无信嫌疑人 见警车后当场惊下 脚踩油门倒车 进撞上警方巡逻车 无嫌表示 因紧张误踩油门 为警方从无嫌身上闻到凯他命 气味 当场查获一级毒品 三级毒品 挤手枪一把 子弹撕发 经过警方了解 原来无信驾驶身上有违禁毒品 看到警车靠近一时紧张 忘了已打倒车档 却猛加油门 进了直接撞上警车 果然警方也在车上查获相关毒品 并起货一把改造枪支及子弹 连头副驾驶座 关系人全部带回警局证讯 接下来提供给您 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高雄台南屏洞地区多云气温21到30度 南投台中章桑 南投台中章化云林嘉义地区 因短暂正雨气温19到26度 南投台中章化云林嘉义地区 也可以搜寻高雄都会台YouTube频道或FB粉丝团 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咯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福观众朋友们平安顺心 我是庄淑婷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那个网址你别乱点啦 应该是骗各支的钓鱼网站 怎么可能 上面的图片没错啊 有这种活动都是官方发布讯息 你看这个帐号旁边并没有通过认证的绿色、蓝色盾牌 粉丝页也没有官方认证的蓝勾勾 啊我已经加入了怎么办 你先检举并封锁这个假帐号 然后赶快更新你的密码 这么严重喔 下次不管是看到简讯、email或是网站连结 不要随便点选 对于询问个人资料的信件要提高警觉 切勿因贪小便宜 点选好康连结 定期检查网络交易记录 及更新网站密码 才不会落入诈骗圈套里面 好康连